大家好 我是雨婷 我剛才有看了一下那個白天的怨念 然後看完後我就決定把它截圖了 以後父母找我說 欸你要不要考公務員的時候 我可以拿著給他們看一下 每一個父母都希望孩子考個公務員 好 那我要來講台灣開發政府 要做開發政府這議題的 那其實輕鬆一點 其實我剛才為什麼會特別去看那個 那個Q&A的原因是因為其實 我知道大概今天晚上可能 還是會有一些公務員 那其實我大概也想了一下 他們可能會遇到的煩惱 所以我裡面有比較多 其實是針對公務員 聊聊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社群大家已經也聊滿久了 大家也有想法 對 好 大概 這裡耶 大概會分就是 台灣跟OGP的接觸的紀錄 然後全球哪些類似OGP的組織 就是有沒有什麼成功的案例 然後 為何OGP可以推動開發政府 然後政府跟公民合作如何建立這個 Action Plan 然後聊聊 這個OGP是從專制到民主後的下有可能嗎 好 那2020是一個很精彩的一年 那同樣的OGP在這一年還是沒有缺席 那OGP 2020的 Leader的Sami也剛結束 就是在之前聯合國會議的時候 然後他也 因為他每年的這個會議都會跟聯合國一起 那 所以說他在開會的時候也是跟聯合國的時間差不多重疊 所以說 大概你可以看到他們在開會的時候 與會者也大部分都是各國的總統或總理之類的 對 然後看誰去參加OGP 參加聯合國大概就會是誰 對 然後 當然今年他們的議題就是 Open Open Response跟Open Recover 對 但其實跟議題就是 跟反應有關 然後還有一個 就是我們可能比較不會接觸到就是那個OGP的YanSami 就是我們可能有點年紀了 年輕一點人可以參加這個活動 這幾個照片是我接觸OGP的紀錄 然後 第一年的Sami 他們也有這個就是 屬於讓公民跟政府參 公民跟政府人公務員一起參與的Sami 那 從2012年是第一年 那其實我參與的時間是2016年 就是 大概就是 大家看到這些成員 然後其實 離台灣最近的 呃 有前陣告有一年有在OGP Korea 就是在韓國 就是他有一個 呃 亞太區的會議 那這個好像很少看到 時不時會出現 那這大概是離台灣最近的一次 那 其實可以題外話 聊聊上面有個問題就是 這 呃 我發現白天文哥公務員有問到就是 就是 這個換 換正 台灣也常常有這議題 一些政策的推廣 換政黨的時候 到底會 能不能繼續 其實 跟大家分享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我大概觀察一下 我發現 你看這些辦的地方啊 每一年要辦的 比如說 呃 加拿大 喬治亞 就是他們只要選舉的時候 他說在選舉前一年來辦這件事情 呃 可能有一些想法 可能是希望一些政策可以延續 有可能只是 呃 希望再有一些政 呃 政見出來等等的 當然都可以參考 但聽說 呃辦後 呃 那 今年比較特別的是 因為其實 OGP已經有 78個會員國的吧 對 然後 20幾個 然後 今年多了 56個 事件暴增 那 當然可以看到 其實 呃 台灣大概在這個地方 對 然後 呃 大概全球也都有 然後其實在亞洲參與最狙擊的 應該可能是 韓國這邊 對 那 Local跟 呃 為什麼會有 國家級的 也會有Local級的 就是因為 Action Plan可以是 國家層級的人物 比如說國外角度就是 國家層級的 那 比如台北市政府 他可以有自己的 Open Government的Action Plan 那 如果不巧 剛好你有機會在Local的 政府單位工作 其實這也是一個選項 對 因為 畢定 地方層級可能沒有 國家層級的壓力這麼大 好 那再講 呃 再講OGP 就是開關政府之前 其實我覺得更想跟大家聯繞這個 Open Government Hub 對 呃 這個 呃 去了 應該是在華盛頓DC那邊的時候 呃 來到了這個地方 我覺得這個地方 呃 闡述了這個OGP很重要的精神 他OGP的辦公室就在這邊 但他其實不是我們大家想到的政府辦公室 就是 不是很豪華的大樓 前面有個庭院 可能還有個管理室 沒有那麼複雜 他就只是一個辦公大樓 一個辦公大樓 裡面還是一個COGIN SPACE 所以他是COGIN SPACE的 裡面有一塊是OGP的辦公室 對 然後呢 然後呢 像很多COGIN SPACE一樣 他有一些可以MIA的空間啊等等的 好 然後呢 這個Open Government Hub 他其實在各地有一些partner 那其實大家看到比較多都在美 美國 美洲這邊 然後歐洲這邊 其實 這裡是空的 對 台灣也是還沒 也沒有這樣 也沒有一個 我們雖然有NPO Hub 但是其實我們好像還沒有一個專門在 在Open Government的一個Hub 那他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一個原因 我一直在想 其實他有一個很重要的生態器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OGP只是他裡面的一環而已 他們在推廣看政府的時候 其實是有好幾個群體 有些是Network的群體 有些是在做研究的 然後 有些是在做一些tour的 有些是在規劃一些 計畫的 對 那 當然我沒有仔細研究他的組織架構 有些可能只是 民間組織 那有些可能是政府 有些可能是辦政府組織 對 OGP來講 他是國際組織 所以他就歸位 周兄任務和制 跟 國際Connection的部分 但是其實看到 Connection的還有很多部分 對 好 那 除此之外 其實除了OGP以外 像GREME有加入Corpo All 也許今天有提到 那其中 基於OGP相關的還有兩個 我覺得蠻特別的組織 一個是開辦議會 一個是 台灣應該叫做開辦標案 對 那 開辦議會我第一次接觸 是在喬治亞那邊 對他們就是把整個議會 議會包下來這樣 然後台灣現在也開始在做這個東西了 那 開辦標案好像 更少台灣就有在做 但可能不是那麼 公開的議題 畢定這有一些 多方的考量 那其實 你看剛才提到就是OGP可以參加 以外 LocoPlanet可以參加以外 其實這兩個也是可以參加的組織 對 那 再來就聊一聊到底國際戰有什麼成功案例 OK 那我們聽到比較多可能是GREME 在台灣可能聽到比較多是GREME 那GREME大家可能提到的就是一些 開辦資料 然後 做出一些工具 那我們今天 包括 口罩地圖大概也都是這樣概念 然後像我這樣自己做的 就是把開辦資料再應用這樣子 那到底 A3Plan一定要跟開辦資料扯上關係嗎 還是它其實是什麼東西 我覺得它更重要的就是 其實 我看到大家 公務員早上的怨念也是 這個中期做會不會增加更多麻煩啊 然後會不會很累啊 有個人直接問說會不會升官發財啊 對 那 沒有發財 沒有發財只有三光而已 對 然後 這個部分其實很重要的 我覺得A3Plan其實在 在我看來就是 其實講白就是一個專案管理 其實就是我們過去 我們平常就有在做的事情 那 只是有沒有辦法把這個 這個專案的計畫 從 開始規劃 到開始執行 到開始review 這整個過程是開辦出來的 就是前面提到的科澤 透明這些動作 那 通常在那個國家辦的時候 那國家會特別把他的A3Plan 比較highlight出來 那我特別拿來喬治亞那一年 因為接下來這幾年 就是疫情等等關係比較動彈 那最近可能再過一個月內 那個 新的A3P會出來 大家可以去他們公網去看 OK 那 通常一個國家提A3Plan 他就會把他A3Plan全部列出來 哪個時間點要做什麼 哪個時間要怎麼 要把它列出來 然後會等待最後OGP的IRM 就是獨立調查機構去 最後完成的時候去review 到底有沒有完成 所以我們大家可以想一下 過去政府 台灣來講如果要執行一個政策 大概就是公聽會 然後 公聽會前應該是會先有一個 把計畫寫出來 公聽會 然後修正執行 到底執行有沒有結果呢 大概我們只能靠投票這個去判斷 有點主觀也有點不主觀 但是也許它是一個綜合的評比 對 那 OGP的A3Plan其實就是從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 那個 有一個 會有一個獨立的組織 就是兩個政務官 下面可能會是事務官 跟民間機構一起把A3Plan訂出來 那這個A3Plan大概就是 我看了很多他們比如說 如何反貪腐 如何讓環境更友善 如何讓比如說 人權的身境障礙的環境更友善 他們都這個不一定是開關 不一定是要把資料去公開出來 而是如何讓我們的生活更好 就是聯合國的SDG裡面的那一對項目 對 然後 呃 訂完這些東西後 然後當然就是開始執行嘛 就是從這組織訂完後 開始公務員分下去執行 那執行後 然後等到個時間就是IIN去review 那 他們 呃 每年就會把review的結果去公開 所以你可以想想看 你的 有點像是我們以前 假設以民間機構再上班好了 就是你自己把你的今年年度計畫寫出來 寫出來後 你的主管 approve 而 approve 可能一年後 呃 主管去review 你自己訂的計畫 歐不歐可以有沒有達成 對 然後或者說是交叉評比的方式去看有沒有達成 大概就是這樣的一個規則 那只是把這樣的一個規則透明化出來 對所以其實 我覺得 呃大概就是工作模式讓習慣改變 那其實就是過去我們大家正常應該在做的事情 對 好 那可以想到一件事 那這個 地方就牽扯到第一個 我們常常想到的就是 公民可能就是在街頭抗議嘛 那公務員做到死 做到累死這樣 然後 呃可能在講政務官就是只是一直喊政見 哦我們要蓋捷運 然後這個 這個 這個公務員就趕快一直規劃 然後民眾就會抗議說 我覺得線這樣拉不好 我覺得運量不夠 對 那其實他最重要的是要看能不能去改善這樣的一個 一個 一直不斷很奇怪的一個路合 對 那 A3的核心在核心的價值 我覺得就在這邊 對 好 那 所以他們其實也會公開 像這次2019年了 那今年2020年應該在下個月會再公開 他們會 他們會把各國的重點的A3P 拉出來在這個網站上面 呃 但是我看到比較多也都是一些 像這個就是性別平等的一體 然後有些是一些 呃 跟國會或跟人權有關的議題 好 那台灣其實每個不會丟一個現在在做的事情來 其實也就蠻多了 那我們就可以用一個網站把我們要做的A3P跟這Plan計畫拉出來 然後 呃 題外外就是他們其實這是大的大的項目 所以大的項目他們有時候你看他丟出來大概可能不會是一年完成 對 好像有時候A3P有短的是三個月的也有長的可能是 呃 兩個 兩年的也有可能發生 對兩三年的有可能發生 好 那 簡報最後就是要讓大家聊聊這件事情 其實 我從專制到民主 也才過不了大不了一百年吧 對 然後 呃 現在有沒有一種新更新的可能 就是其實我覺得今天在民間立場 就大家可以想想我們除了 算街頭抗議或者 呃 不斷的PO文罵的話 謾罵以外 或者只有JOIN以外 我們也沒有其他方式一起來 認真討論我們要的東西是什麼 也許先討論完再來吵也許會更值得 不用一直在那邊一個政策推個一年兩年推不出來 那他其實就是希望我們大家在先在一個會議上先把計畫定完 定完後 有時候可能是共同執行 因為有時候他是生 像剛才我剛剛給他看到了 他是一個生態系 他必定不會是當政府組織或者民間組織去做的事情 他期待的是一個合作的可能 那 以公務員來講的話 你就可以知道你的證 你的證件不會是 呃 只會當 當方面自己規劃到很累 或者 呃 政治人物 自己講他要什麼就什麼 他是一個定完的動作 你你review的 你被review的對象是這一個 這個組織定出來的plan 你做得好不好SIRM的 的結果 不會是一個證務官或者一個你的主管說 說你做好就好 你做不好就不好 好 那這大家可以思考看 就到這邊 謝謝 謝謝